這個罰款金額 當然既然現在美國一開始 美國也愣住了 因為中國大陸的制裁 是針對相當大的實體公司 這是相當大的美國的軍火工業 一個是做戰鬥機 Rocky Martin Racing除了雷達之外 它這些飛彈 導彈都是它的 所以這一次中國大陸下手 是挑的目標是重量級目標 那麼我想美國各界都在看 不過美國的媒體一開始 是有一點暢衰 他說這個你要執行起來很困難 就是說你禁止貿易 另外一個你要禁止投資 投資還比較容易 因為這個Rocky Martin 在中國大陸 在上海有兩個合資公司 那你可以把他的公司 你請他立刻退股 撤出 這個不難 那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你對於他的這個 違反你的你的國內的公司 或者是國際上的公司 跟這些公司進行交易的話 你最大的困難是你怎麼查證 那現在當然就是說 美國人大概想得很快了 就想說這個稀土麻煩了 因為稀土事實上 中國大陸掌握的不只是 只有儲存 稀土的這個 野鏈技術 中國大陸事實上掌握的最多的 最多的這個專利 還有實際野鏈的成立 這個能力 那麼幾乎上85%的稀土 都要靠中國的技術 甚至實質上在中國加工產生 就是美國的這些稀土 也是要去中國大陸 連美國的也是 日本也是 都要送到中國去野鏈 對 紀念 那所以中國大陸的稀土 不是只是一個原料出產地 它是掌握尖端技術的 最主要的國家 那現在就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你跟世界各國的貿易商手 有時候 有時候不是 直接跟這些軍火公司貿易 那比如說前一陣子 那個F35上面發現了 一個中國的磁鐵 磁鐵 對不對 那這個磁鐵後來查了半天 美國就怎麼樣 美國自己國防部開一個巧門 對啊 就說我特許你 直到你最後一架F35 能夠找到替代品 那原因就是說找不到替代品 即使是一個磁鐵都找不到替代品 找不到替代品 所以這對美國人來講的話 美國人我覺得 尤其Rocky Martin跟雷神 應該是挺傷腦筋的 那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他能不能透過很多管道 那麼用非法的方式 就是說中國大陸的禁令的以外的方式 在神不知鬼不覺的這個情況下 還是拿到繼續大量的 中國大量的稀土的供應 我認為也沒那麼簡單 我認為基本上就是說 你Rocky Martin跟雷神 你現在掌握的稀土對不對 你的稀土 他獲得的管道 公開的管道的話 我覺得中國大陸不要掌握你百分之百 掌握你一半的話 也夠你嗆的 對啊 也夠你嗆的 真正如果說這個要執行到位的話 真的要執行的話 我覺得對美國的這個 現在Rocky Martin跟Racing 現在股價都漲了40% 基本上在生產線都供不應求 對不對 前線這個需求量很大 結果你都交不出貨 對不對 像我們買的很多什麼 海馬式火箭 還有一大堆都交不出貨 因為歐洲戰爭很刺激 那如果你在在重要的這些 這個稀土的原材料上 中國大陸卡你20% 你也是很強 就整個打延遲了 對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可能沒有辦法像美國 掌握的這麼精準 美國是蠻厲害的 美國一封鎖的話 你看看 我們這個 我們一封鎖這個高端晶片 它那個禁令下來是非常非常怎麼樣 非常非常的完整 它知道你的整個供貨的這個系統 透這個整個的交易的管道 它都可以查 這裡面當然它有swift這個system 你這個任何人的錢 一棟二棟它很清楚 當時這個華為 這個不就是因為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整個的金流被掌握以後 才去抓這個 才抓到證據 那中國大陸事實上 對國際貿易的金流掌握 當然沒有美國這麼完整 因為手上工具不多 不過我還是認為 我還是認為就是說 Racing跟Rocky Marti 這麼多年來 作為這麼需要稀土的一個廠商 尤其它在飛彈 在這個這個戰鬥機上 它需要的都不是三五公斤 都三五十公斤這樣子的量 那這一方面我覺得 還是對它造成很大的威脅 那我覺得就美國廠商來的話 美國廠商常常是這樣子 找美國政府出力 有辦法的話 去找美國政府 可是如果美國政府 也幫不上它忙的話 它就自己談 我覺得這個事情 可能會逼Racing 跟Rocky Marti 因為美國大企業的這個做派的話 會直接找中國大陸談 那直接找中國大陸談的時候 那我覺得今後 尤其在對台灣的軍售上 我覺得會受到某種程度的 這叫制約 那不論怎麼樣 結果美國過去 中國大陸過去就是說 不想把制裁這個問題 變成所謂中國大陸改革開放 我就是盡量做生意 盡量開放 盡量不用單邊制裁方式 可是現在也破 這個情勢 情勢使然 我覺得對美國的作為 已經影響到整個中國大陸 整個貿易行為的一個基本原則 也就是中國大陸 可見對於跟美國之間的這個鬥爭 已經做了一個很重大的轉型 然後就是說 你現在讓我痛 我現在的報復也要讓你痛 因為我如果不讓你痛的話 那對不起 你美國政府的單邊制裁 還是會源源不斷 我現在就要你 下一次在制裁的時候 你要考量 你付出的相對代價什麼 而且美國的體制比中國的體制脆弱 我剛剛就講美國的大廠商 美國政府真的造成它障礙的時候 它會一腳把美國政府踢開 這個是跟中國體制很大的不同 所以我覺得這次作為的話 是很值得我們觀察它後面 可能帶來的效應是什麼 美國這樣的做法 坦白說很不專業也很不負責 因為西沙群島是完全沒有爭議的島嶼 在南海這個地區 沒有爭議的島嶼 然後你跑去中國的領海領空這個地方實施偵查 事實上已經接近了毗林區了 所以中國的戰機已經出來警告了 那出來警告當然美國一定會說半飛 而且一定會說它是這個航行自由 但是很明顯的解放軍就不讓它再往 這個西沙的這個空域來靠近了 因此解放軍的戰機是在左邊 那左邊的時候美國的偵察機就一直要求說 它現在要往西轉 要往西轉那也就是要再往西沙群島靠 解放軍是完全不讓不退的一個情形下的時候 那它的飛機轉不過去 美國的飛機轉不過去 又飛了一段時間以後 美國飛機才飛走 因為已經離開西沙這個空域了 那再過去也沒意思了 就繞走了 這是看到的第一次 那當然美國的記者一定要把這個事 說變成是中國大陸在干擾 可是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這個很明顯的就是美國在挑釁 接著美國又挑釁第二次了 那美國為什麼要這樣做 美國挑釁的就是對於這個戰艦嘛 那當然戰艦都看到它叫它走 其實為什麼美國最後要走 因為美國很擔心 如果說這一艘戰艦 因為它是導彈驅逐艦 另外第一 對如果說它今天把這個 照射雷達打開 它一旦把照射雷達打開的時候 那美國的這個偵察機絕對會響 因為它已經被照了 那照了以後武器系統基本上就會拉開了 那這個時候坦白說 如果它在做挑釁動作 它就會不能排除有可能被擊落 或是被干擾的這個可能性 美國的偵察機當然要離開嘛 因為你飛著人家在 你飛到人家的船上 雖然它是你所謂的公海 但是問題是你飛在人家的上方太近 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坦白說美國這樣做是挑釁的 不負責任 不專業 那我覺得中國大陸 給它這樣的一個對抗 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過這件事情大家就可以看到 大陸在南海這個海域 其實整個掌控能力 已經超出美國的想像外了 我覺得在這點上 美國也承認了 那現在的問題是在於 我一直估計的 也就是有關於黃岩島 還有黃岩島附近的幾個島礁 中國大陸目前已經是完全掌控了 而有很多的漁船 已經把一些島礁包圍起來了 那包圍起來 按照過去的慣例來說的話 如果菲律賓再跟著美國走的話 那相當有可能中國就開始進行催田了 一旦中國進行催田的時候 有兩個島礁再催起來 最後有一個就是黃岩島 再催起來的話 那不得了 因為黃岩島是一個 非常巨大的一個海軍 可以做成一個很巨大的 海空軍跟導彈的這個基地 對於整個菲律賓北部的呂宋島 然後在仁愛礁這個部分裡面 巴拉旺島美國的空軍基地 或是美國所租界的 所有的軍事基地 完全可以在打擊的範圍內 我覺得如果美國跟菲律賓 繼續挑釁中國的話 最後一定是保礁會整個 開始進行動工 對 那老師你要不要再補充一下 剛剛那個稀土 我覺得稀土的問題是這樣子 美國跟澳大利亞也努力的 在核組一家公司在做稀土 那目前來講技術上還需要時間 還有就是 由於是美國跟澳大利亞的合資 所以如果一旦他們開始可以也練了 那當然我剛剛講一定要時間 他投資的成本下去以後 其實中國要把這個公司打垮很簡單 稀土價格就要稍微降一下 那在過去中國把美國的公司的打垮 都是用這一招 就是美國當時有很多稀土公司 後來中國把這個稀土的價格 往下降了以後 那些公司倒光了 有一部分被中國刀的並吞 被購買 然後等到完全掌控了以後 中國又把價格又撈起來了 那價格一撈起來以後呢 那之前降價的這些錢 全部都賺回來 而美國的公司倒光了 美國的公司最後只能夠把他的原料 送到中國這邊來冶煉 來提煉 那但是問題就在於 提煉你美國還要負擔費用 而且提煉多少 決定在美國人 在中國大陸的手中 這也就是目前來講 美國跟澳大利亞組的公司 我們為什麼不看好 是因為他們兩家 除非你政府不停的補貼 不然的話 中國大陸只要把稀土價格一降 這兩家公司大概就倒光了 對的確 這是一個戰略的一個 稀土的這個是戰略的一個物資 亮哥你怎麼看 因為呢 在今年的時候 大家會講說南海行為準則 大家希望說 能夠有一些更好的一個發展 但是來看到 美國最近就不斷的來 南海這個地方 那當然 最新是演到這一齣 就是美國 這個有記者 去南海這個地方 然後就被拍到了 這些相關的畫面 然後來看到的是 胡錫信就說 CNN記錄下了解放軍的 堅決專業跟 到達了對抗的反應 然後也說呢 中國大陸主張的 九段線不是白話的 另外再來看到 說到南海的這件事情 也就是來看到 美國是不斷的說 中國大陸跟菲律賓發生 2月6號的激光照射的事件 但是這件事情 小馬可是 2月18號的時候就說 2月6號這個事件 不足以啟動 用美國跟菲律賓的 共同防禦條約 不想要再繼續深化 這相關的矛盾 好 但是呢 22號的時候 美國奧斯汀的國防部長 跟菲律賓的房長呢 加維斯 他們進行了通話 馬上 奧斯汀就說 對2月6號事件 南海的事情 令人很憂心 然後也重申 美國對菲律賓的支持 跟防務的承諾 然後計畫恢復 南海聯合的海上行動 另外再來看到 澳洲房長呢 也跟菲律賓的房長進行了相關的會晤 然後呢就來看到 澳洲是身為美國以外 唯一跟菲律賓有國防合作的協議 那菲律賓房長也說 來看到 也跟奧斯汀進行會談 也跟澳洲的房長進行會面 另外再來看到 就是說他們要進行相關的 防務的合作 我覺得菲律賓軍方 本來就跟美國有長期關係 可是 軍方再大也沒有總統大 對 總統就說不想要共同防禦條約 所以我說這個情況就是 就是 日本央行行長再大也沒有岸田大 日本央行的行長的邏輯 現在跟葉倫是衝突的 對 可是美國會去向岸田施壓 這邏輯有點類似 就菲律賓的軍方當然 跟美國比較熟嘛 可是岸田 我覺得那個小馬可斯的策略 就已經很清楚了 就是他需要 中國的經貿的合作 可是他又必須在美國的壓力下 軍方做一些動作 比如說仁愛嬌幹嘛的 然後解放軍給他做 雷射照射他也要抗議一下 就是這樣 我覺得就是這樣 他也沒有能力對抗 所以他看到真的 這個中方比較大的船艦來 他就趕快離開 所以我是覺得基本上 是表示就是說他對美國有交代 可是今年你說如果真的 南海行為準則要審查 我認為菲律賓還是會贊成 所以他就夾在中間 所以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等於說對於美國你也是要交代 對 可是他還是知道 他的優先利益是什麼 就是還是希望跟中國大陸 能夠有軍方上的合作 那個稀土我補充一下 好 稀土是這樣 中國大陸 那個稀土跟那個半導體一樣 他是在國際上是有貿易上的 那中國當然他在禁煉加工 佔了全世界85% 可是他基本上是賣給貿易商居多 那貿易商在賣給誰 那個流向你如何去查 這個就是關鍵 那中國大陸當然想辦法 因為他沒有辦法像美國這樣 用Swift金流去查 可是他可能就是要下蛋輸 說你如果被有查到 那以後會怎樣怎樣 他只能用這種方式 那以前日本在2010年到2011 被中國制裁過一次 那那個時候日本只好到其他地方去收購 結果價格變成10倍 就基本上他不是買不到 會非常貴 那日本就大概花了五六年的時間 開始對 那幸運化學嘛 他主要是做那個 他對稀土磁鐵 他減少稀土的用量 他減量到三分之一 那還有豐田汽車 他也有一種稀土叫女 使用量減半 那這個都需要時間 因為豐田一直到2018年 這個技術才做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考驗洛克希的馬丁跟雷神 就是因為他的用量真的太大 太大了 他那個戰鬥機一架就要400公斤 的稀土 那你怎麼辦 你難道可以立刻發展出減量的技術嗎 或者不用的技術嗎 我認為非常困難 那雷神也是嘛 他一個愛國者飛彈 他也要用20公斤啊 那你怎麼辦 所以這個就蠻現實的 就是日本是在2011年之後就 全力發展減量的技術 然後也跟澳大利亞嘛 剛剛賴老師講的在合作 可是 他還是跟中國大陸恢復了貿易 他們也在那個海泥裡面 他也在弄 他也在弄 可是就是說你不可能減到零 不可能 怎麼會? 我們來跟 их吵架 說一下 你不可能 要不要被他 插判 不是 ... 我們可以